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不断加深,欧洲疫情防控形势尤为严峻。 近日,中心社记者在北京视频连线了比利时根特大学医学健康学院教授张维宏,请他解析目前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的疫情形势。 当地时间3月17号,比利时首相威尔梅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举行记者会宣布,为抗击疫情,从当地时间3月18号12时起,比利时全国范围内将实施封城。 张维宏介绍,当前比利时的封城举措与此前中国的有很大区别。 面对疫情,比利时华人社团也积极行动起来。 张维宏透露,早在1月23号,比利时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就成立了一个由再比公共卫生、病毒学、饮象学和中医药等领域的华人专家学者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收集各类信息,及时发布给当地侨胞。 我马上我牵头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目的就是发疫情,就发消息,因为当然消息乱得很,什么都有。 我们能做的就把这些消息来源比较准确,有权威性的给大家来分享。 从那以后我们两天一起,所以我们跟得很紧。 当时中国就像我跟你说,疫情它了解,病毒它也了解。 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报道中国的疫情,下半段我们就报道欧洲的疫情,当然以比利时为主。 下半段我们就报道,就是说中国驻地医师大使馆有什么信息没有,再就是当地驻地医师政府针对这疫情会出现什么问题,最后呢往发科普。 截至目前,工作组已累计刊发17期经编消息,相关信息经过专家组的筛选和整合,对于澄清谣言,普及知识,稳定华侨华人心态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欧洲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张伟红分析称,医疗资源有限,功不应求,是当前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的难题。 他表示,受疫情困扰的欧洲各国都因尽最大努力,避免本国医疗系统的崩溃。 我们第二个是3月1号吧,发现了测了5次,才去宣布,啊,我们又找到第二个了。 但是从3月12号有个什么变化呢?就是因为资源的问题。 他就说了,我只给重住院的病人,只给医务人员才来检测,你是不是有感染? 感染太多了,顾不上,那才就要做选择了。 还是国家的资源有限,尽最大的努力都要把这个医疗系统给崩溃了。 法国也是在这样做,比利时也是在这样做,我想德国也在做, 就近代一切力量,不要我们医院就通话了,不超复合。 张卫宏说,自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欧洲各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不同, 这与其国经国力、医疗系统、应急能力等因素息息相关。 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已就疫情防控方向在总体上达成一致, 未来,各国将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防疫举措的调整和实施。 因为欧盟使大家就是说,在自己国家,按自己的国家的疫情去来定, 你第一级怎么办,第二级怎么办,第三级怎么办, 它虽然都有三级,但级的内容又不一样。 就是说欧盟就在,问题就在这里了,现在27个成员国, 各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卫生部长他们也开了几次会, 但是大家在总体上总的达成一致, 从17号开始起,非欧盟成员国的人不可以做欧盟, 但具体怎么预防这些东西,那还是按照美国家的卫生体系不同, 你人员自卫不同,你自己来找人。